第一個 如果我們能夠用AI的技術 能夠早點知道 大概還沒有非常出來是哪種細菌 哪種抗藥性的時候知道 那我們趕快用藥 我們要突破醫療極限一定要有新的武器 如果說傳統的醫學的發展 這個進步是有啦 太慢了 而且可能來不及 那我們醫療極限的問題就是要新科技 在COVID-19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病人死亡 除了大部分都是肺炎 這個肺炎都常合併的細菌感染 細菌感染很抗藥性 會造成很多醫生來不及反應 不見得用得對那個藥 那因為都是用常規的藥去用 那如果能夠早期發現的話 可以減少死亡率 平均大概一個小時可以減少7.6%的死亡率 那問題是現在是 傳統的血液的細菌培養 都要三天左右 三天內就是一個很危險的時間 它的醫療的極限的問題 比如說現在的醫療極限只能做到哪裡 像癌症那有些還是治不好 感染有些還是治不好 這就是醫療的極限 如果第一個 如果我們能夠用AI的技術 能夠早點知道 大家還沒有培養出來 是哪種細菌 哪種抗藥性的時候知道 那我們趕快用藥 那這樣就是一個契機 就是給改善病人 很好的一個機會 從我們開始以後 現在是AI死在上 目前敗血症死亡率大概30% 就是三個人會死在一個敗血症上面 如果能夠預測說 病人他是敗血症 那這時候用藥的格局 或是那個 敏敏度我們就會提升到 後線抗生這些 電腦去把它以前的 住院的紀錄把它抓出來 它以前感染什麼細菌 除了那個細菌 它用什麼藥有效 它可以直接掉出來 那如果我們傳統的 要去翻病例 那可能也要翻了很久很久 那這個就是把它數位化 就是它以前的紀錄 直接自動抓出來 我今天講這四個平台 全部是自動的 醫生不用腦筋 就要上的時候 要血液送出去 然後要開槍針錄 它那個平台自動 讓我們全部都去上來 有一年的共識語 我們的董事長就帶我們 叫我們研究AI 那時候就已經看出 AI在醫療的營業 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醫院 目前就已經網羅了 大概80位左右的AI工程 現在這幾年 二月上線到現在 你看大概半年左右 我們大概七萬多筆 幾乎是我們天天都有人在用 所以這個醫生很多的回歸 所以也是幫助我們這個更增長 最近我們做一些 有些統計 平均醫生 錯誤率可以減少 本來是65% 開錯處方的 那醫院管理方面的 用藥的藥費 抗症用藥費可以減少 大概2% 1到1.5% 這個1.5% 因為那個 看起來不是那麼多 可是那個錢很大 大概是前醫院的1.5% 大概不得了 對我們來講 就是每個月有幾十萬以上的 藥費的減少 那就是我們北中南各有幾個醫院 剛剛有五家跟我們合作 我們去醫療合作會 那個會議裡面有 我跟外賓有講過 看起來反應要不痛 其實一開始就這樣子 就讓醫生不知道他已經 AI已經在幫他忙了 所以我們的AI就讓他完全不知道 他這個人很願意使用 而且使用得很順這樣子 嘿 他這個人很願意使用